两名新人走在折木纹上过马路 突然一辆红色汽车左转冲过来 两人吓了一跳 一人赶紧跳开 另一人却遭撞飞倒地 还在地上滚了两圈 事发在桃园南坎路和南宫路口 8月29日凌晨 两个新人绿灯准备过马路 还没走到一半 就有一部左转的红色汽车 像是没看到人一样 完全没减速 直接朝着两人冲过来 两人见状尝试跑开 白衣男子幸运在遭撞前一刻 往前跳躲过一劫 但右手边的黑衣男子来不及跑 硬生生遭汽车撞开 往前弹飞了一两公尺远 另外同一天 一样在桃园南坎路 也有一名男子在过马路时 遭到机车撞上 一名男子从马路对面直接横跃 结果后方有一部机车直直骑过来 骑士宛如被鬼遮掩一样 完全没减速就撞上男子 撞机当下鞋子甩飞脱落 下一秒骑士和行人双双倒地 在地上滚了几圈 行人在行经行人穿越道的时候 要遵守交通好事 那驾驶者在行经路口时 遵守停让文化 如主警方表示 统计之八月底为止 当地行人受伤的交通事故 相比去年同期有上升趋势 未来将加强取缔 车不让人及行人违规 记者刘志展桃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